我們可以看到吳予農其實表情相當的嚴肅 也表示說自己在這個地方 雖然說已經離開國軍了 但是對國軍的感情不變 不過在現場他並沒有多做談論 而是不斷寫紙條 為這些國軍將士哀悼 也表示說希望說 未來希望國軍在社會上能夠受到更多的重視 而除了吳亦農之外 包括了昔日這些叫軍事官的一個部署 都已經來到現場來幫他們寫紙條 來對他們表示感謝 甚至包括基隆市長林又昌也來到現場 他也表示說 雖然說他跟這些國軍將士沒有私交 但是希望藉由這一次的事件 能喚起國內對於軍人的一個重視 這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 就比如說人家的聲音 應該除了你